那时候就是抱着一个老来追梦 年纪大一直在追着 就是要让我儿子能以我为荣 在别人面前成长过程中抬得起头 我那时候在外面因为生活 直接镇静鸡安眠要吃的行为失控控的 因为我老婆满足我 怀孕不跟我讲了 进来第一天就报告我这好消息 吃个半月 刚会学会讲话 我妈妈带他来会课 一直叫他叫我爸爸 他一直在那边 最后把他逼起来 他讲这又不是我爸爸 因为我儿子喊我弟 喊妈妈 喊我弟弟喊爸爸 我在家庭观念 有儿子总不能就跟狗一样 多少负责任 面对我儿子我就开始天天画图 画我儿子 从他出生我家里就起我母亲那时候就寄照片给我 就开始画照片 整整画大概快三年了 天天画一张 后来我看到那时候点狱长就问我也没兴趣到我们这才艺设访 然后我就讲好啊 因为我过三节可以啃清啊 结果就来了 茶壶我本来以为很简单 然后一坐茶壶下去哦 我才发觉里面有很深的学问 学记忆哦 临摹借鉴就跟人生一样 做糊液就是从失败累积计法 每次烧的时候满心的期待 结果一烧出来裂开变形 那就是跟做人一样要反省检讨 哪边不够 我那边放了几百个盖子 那都表示有一些都扔掉了 那个都是做坏掉的 因为做糊哦 我没有夸大 在工厂白天做糊晚上进房 也是满脑子糊 你看我纸头做十几年 这纸头有比较壮一点 那时候还没突破那瓶颈的时候 就一直想啊 这个形究竟要不太了解 这个形要怎么样去创作 等突破瓶颈的时候 就恍然大悟 突破点啊 刚好就在我妈妈往生的忌日 一百零六年啊 我妈妈忌日就是我的生日啊 老妈妈忌日那天 我一直睡得也不安稳 然后就开始念经啊 念心经回向啊 回向回向啊 就自己突然有灵感啊 突然啊 灵机一线 找到戒型 创作 这是它以它的意象来表达 所以它就叫取名 就是枯木重新 这个是茶壶 这也是 这壶盖是有刻的太极八卦的 这个是跟竹边结合 所呈现的另外一种 这个就是里面放那个酒精膏 这个是我用竹的意象加抽象 跟这个茶杯 让它看起来能典雅 实用 这就是采它的那个线条 缝行线条 那个流畅度 有没有 这次得奖也表示实现我的梦想的一部分 我当初实现的梦想就是让我儿子以我为荣 不是感谢感恩啊 它不只光与我 我进来关了16年多 每个月按月期前 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天 到我儿子来会课嘛 为人子 为人夫 为人父 我们真的是非常羞愧 非常难看 它第一个月赚钱 第一份薪水就寄两千块给我 那我接到有没有 真的是羞愧又感动 我是跟他讲啊 全世界的人 对你好的人 你叫感恩 唯一对不起的 只有一个对不起你的 就是我 这段进来 才算是人生 这十几年啊 感觉才过得像个人 不管后悔当年做的那些事情 没有没有不要讲后悔 这已经 那种 经过痛以后 在你痛过以后 你所要面对呢 这知道我的感觉啊 所面对的 出事都是羞愧 毕竟我是受刑人 毕竟是可耻的 对不对 我翻转人生 就回归到正向的人生 去做一些 对的 应该做的事 对那种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